中信兄弟近幾年 總是在台灣大賽失利 去年更是在三勝一敗的情況下 被逆轉 球迷在看台上 落下了失望的眼淚 而球員也難言失落情緒 紅了眼眶 去年賽後 象迷們唱著原位兄弟 為總冠軍賽劃下句點 儘管故事的結局 不是他們所期望的 但是就如同原位兄弟歌詞所說的 回榜落空 三陣出局 明天再來過 用盡全力 永不放棄 就是勝利 今年開季 中信兄弟一掃過去的陰霾 在上半季奪下了冠軍寶座 更以年度戰績第一之姿 進軍總冠軍賽 最終中信兄弟在台灣大賽 以直落似的氣勢順利瘋亡 奪下中華職棒32年總冠軍 黃山軍睽違11年 拋下了那象徵兄弟精神 永不放棄的黃色彩帶 和上萬名球迷 一起見證了歷史性的一刻 去年的私立 大家也都在休息室裡面痛苦 那個畫面其實歷歷在目 然後不是小哭是真的痛苦 大家其實都蠻痛苦的 三勝一敗然後最後被逆轉 其實真的蠻痛苦的 從春訓然後一直努力練習 記取那個教訓嘛 所以他們有一個年輕就員工的目標 就是要拿下總冠軍 從2009、2020、2021 其實2019的時候我們被打得非常慘 非常非常慘 大家都晃掉了 怎麼可能 會被冠軍賽被口鬥 二四比起 大家也很努力在練習啊 那差在哪裡 我覺得差在心態 因為技術都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誰更穩定 誰就可以做到最後堅持你想要做的東西 很像自己把心裡一塊石頭 因為我去年我表現這樣 然後就整個很不順利啦 然後自己今天又因為傷勢 然後一下手一下腳 然後就覺得自己怎麼過得那麼不順利這樣 對啊 就一開始還好 一開始是自己 自己想說可以忍著 然後進去裡面找個地方哭就好 就沒想到 就大家 我的隊友 我的隊友一堆已經在哭了這樣 對啊 然後就看到資深 我跟資深抱抱的時候 他突然就說 教練你做到了 我就整個 就整個抱哭了這樣 那佳妹做到了 他真的做到了 他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小朋友 他現在是可以注意帶領整個球隊 一起起飛的 一個很棒的優秀選手 聽到學長說 佳妹做到了 不禁讓他落下了男兒淚 回憶起去年七場系列賽 不盡理想的成績 加上今年病痛找上他 讓詹子嫻一度覺得自己不爭氣 無法對球隊做出貢獻 不過他沒有因此放棄 而是更加努力 在今年總冠軍賽的第一戰 就展現他霸氣一擊的威力 而這發揚春炮 也帶動了黃山君得分的氣勢 打出去 這一棒把球打出來 但中間方向的飛球 這壞手退 退退 哇 這個球接過他 出去了 It's gone 川子嫻 在七局的下半這一回 他敲出了 全雷打 這壞球打出去 打在左半邊方向的飛球 左壞壞球要看著球 上到看台 再來一發全雷打 這場比賽的第四支 戰子嫻開轟了 連兩場比賽 敲出了全雷打 一開始也覺得自己不爭氣了 然後也不是說大賽都打不好 我在以前在打大賽 打得都還不錯 就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給自己的壓力太大 還是怎樣表現出來 就是反效果 全部就是很 比完也不 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對 收拾好心情 然後 今年 上市之後 就一直覺得 怎麼手 他一下又腳 一下又另外一隻腳 他就覺得自己很不順 然後 也一直球隊的那一種 沒有辦法去貢獻 然後 令長也很挺我 然後也自己知道 他非常的相信我 對 所以 我在還沒打之前 我就覺得 自己也不用說 一定要得到什麼 是一把 把自己的狀況調整好 然後 下去打 讓每一個打棋 每一個打輸都 很有品質 自然而然就 形成一個好的結果 激烈賽最有價值球員 打擊率 四拳一七 胖出兩隻拳打 兩分打點 掌聲歡迎 下面 張子賢 打擊率 自己也打過了 然後自己也知道 可能去年 站上去打 就壓力很大 還是怎樣 他自己又覺得 倒不如放開去打 欸 一次兩次之後 欸 效果 好像還不錯 然後就照著這個感覺 這個 我需要下去打擊的 注意的東西 我要 面對球路 我要 那時候該有什麼球路會過來 我都會想好 然後下去做攻擊 意義非常大 因為 每一個人 經過好多年 都是一直在等這個總冠軍 然後 拿到了 也對 對球迷有一個交代 也對公司有一個交代 就覺得 自己 總算有 踏出第一步的 那一種感覺 對 並不是說什麼 這個是 往後的壓力 還是什麼 我覺得 大家面對的東西都一樣 有啊 那時候是 有講啦 然後講 講的時候 我就 很不甘心嘛 就 看著 每一 比如說每一年 我17 我16剛進來 對 那時候 我還沒有什麼感觸 就是直到去年 然後又是這樣 然後又 自己 對球隊的貢獻 也只要拿一場MVP 打得那一支三分砲 很像靠我後面的吉他 怎麼沒來救 這樣 所以覺得自己 為什麼一直辦不到 然後剛剛也接到 敲哥電話 我就跟他說我做到了 我邊傳邊有一點 有一點那個 想哭這樣 對啊 還是沒有在他 退休那一年 拿到一個 幸好他還在這個球隊 在屏東當農場總管 在那邊顧雞 顧牙 今年總冠軍賽 詹子嫻敲出 五支安大 包含兩發拳雷打 打擊率4乘17 優異的表現 讓他躲下台灣大賽MVP 相信在經歷這些試煉之後 他能更加茁壯 帶領球隊邁向下一個榮耀 和隊友一起扛起 黃金勝一這塊閃亮招牌 打造屬於他們的 兄弟王朝